今天麗蓉老師要帶來的料理 是海參的料理 對 但是有一個很棒的名字 對… 老師妳自己說 我今天設計的這道海參料理 叫做一帆風順 因為一般我們對海參這個料理 其實像我個人我就 想吃海參我會去外面吃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其實海參的種類很多 基本上像這種沒有刺的 這個叫做這是光深 就是光滑的 有長刺的那種 就是刺深 基本上很多觀眾 他們一定會認為就是說 到底是刺深好 還是這種光滑的 對 要怎麼調好 因為看得出來都乾燥乾燥的 然後它 當然現在市場很方便 我們都有可以買到 這種已經發泡好了 當然自己發也可以 我待會兒也可以跟觀眾 來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選擇這個烏生的話 基本上刺深是比這種沒有刺的 它的營養價值更高 是 但是我看到它 很想把它剪掉 對 就剛剛好暗眼 然後它為什麼刺深的 營養價值它會高呢 因為它通常刺深 它生長的海域的環境 是非常的冰冷的 更乾淨就對了 因為它生長環境不容易 所以它就會長出這個刺 來保護自己 好 那像溫水的海域的話 它就是會比較光滑 是 就比較那個 基本上其實 你只要是新鮮的 其實都是OK的 好 那今天我們今天這一道菜 真的是可以算是很澎湃的 家常的燕客菜 讓我們這個家庭主菜家裡面 它也可以很容易的 朗朗的上手 而且非常的有成就感 燕客菜基本上 大家都會覺得很難 其實你今天看了我們這一集 你絕對一定覺得怎麼這麼簡單 那這邊有一些 我們這個 物生要怎麼樣處理 基本上我們就是先把這個 稍微剖開一下 這樣子 不過要處理的時候要比較小心 因為它很滑 然後其實這裡面有一些殺菌 其實這是可以吃的 只要裡面有一些那個牙齒 那些把它弄掉就好了 那如果假如說你不放心 你也可以把它拿掉 其實它這個都是膠原蛋白 都是膠原蛋白 所以不用擔心 這樣把它弄掉 那這裡有兩條 我把它還沒處理的 我把它處理一下 我這樣把它剖開輕輕的 可是老師有沒有 它的那個什麼 肚子啊 或者它的背啊 沒有都沒有 它拿起來 因為它 都一樣啊 都一樣 都弄起來 因為一般它在補貨起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它的牙齒 已經幾乎都 都已經弄掉了 它有牙齒 有啊 那個海參牛牙齒啊 你不會告訴我 它也有眼睛吧 一定有不然怎麼看 哈哈哈哈 好 然後這個已經處理好了 然後今天我為什麼會 把這一套設計叫作為 一帆風順你知道嗎 因為海參你知道嗎 它是沒有味道的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要在海參裡頭 它甜了一些有味道的東西 來增加它的口味 跟它豐富的口感 然後香到這裡面之後 然後我再把紅蘿蔔 我來切一個帆船 一個片 然後把它用在上面 然後我們去清蒸 你看這樣子 相對的話 像不像一條船 所以我們就叫做一帆風順 好 那現在我們先來拌這個餡料 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這個 角肉 你大概 肥透的比例 看你都可以 2比8或者是3比7都可以 然後 這裡有一些 鹽巴 鹽巴 大概2分之1茶匙 然後這個白胡椒 白胡椒加一點 然後 我們的香油 香油放上來 然後 除了你看這個白白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蒜末 對 它是你要用這個 蔥末 或是那個蒜末都可以 青蔥的就是切白的那個部分 我們來增加這個肉的香氣 那因為那個肉 它總是會有一點點的腥味 那我們就是把它 稍微 來 把它拌進來 這樣子 大概適量就好了 然後 我們這裡因為怕肉它會柴 所以我們就打一點點的水 這樣子把它拌在一起 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香海參的這個內餡 那當然 如果你要吃得好一點 你加點那個蝦仁 也叫做百花 就是蝦仁跟這個絞肉一起 你看我這樣在攪拌 是不是它香味就出來了 很有聞到 這樣香油的味道 然後你要讓它能夠緊實 它不會鬆開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這個 泰白粉 一點點不用太多這樣子 好 要甩它 對 不用甩沒有關係 因為通常我們在做這個肉丸子 它會 要甩是因為要放到湯裡頭去除 它容易散開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是要放到海參 給它包覆的 所以它不會散開 那要甩也是可以 這樣子 印竹梁要求 對 這樣子弄 它會比較有結實 甩也可以 這樣子 你真的很香 這樣聞起來真的很香 這樣OK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 我們這個肉能夠跟這個海參 能夠緊緊的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們就是用一點點這個泰白粉 我還在想 我說那個海參這麼滑溜 是不是會滑掉 然後我們就用這麼一點點的肉 這樣子把它香到這個裡面 我們不要甜得太滿 只要補平就好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上面還要放東西 這樣子就好了 補滿 我還第一次看到海參這樣子做 這樣很好吃耶 真的 對 而且它很豐富它的這個口感 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樣做好了 不對 要先弄 對 對 要先弄一點泰白粉 對 好 我們這樣一條一條 把它做好 香好 剛好滿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為待會兒還要 上面還要放東西 這樣 哇 你卡住這麼快 已經好了耶 好 那像我們這樣子做好了 這樣子 我就把它排好 這樣子來蒸 我們這樣是不是很單調嘛 然後我們就是 在這個 紅樓上面來加一個帆船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這個也不要浪費掉 我們可以 那個紅蘿蔔炒蛋 好 這個也很棒 好 這就有時候 絕對沒有浪費的東西就對了 對 然後我們如果說要讓它比較好看一點 我們也可以就用這個齒文刀 因為我們的帆船嘛 總是要有一點造型 好 是 我們就用這個 對 看起來也比較有風的感覺 不然好像沒有風的話 這個船也起航不了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對 好 這樣子 好 可以 好 然後我們這樣子 把它切一下 我們在切這個的時候 也不要太薄 因為太薄 我們大概海參要蒸8到10分鐘 太薄的話 它我們的帆船會倒 會邊準啦 邊準 對 所以說 快帆船了 大概差不多 0.3公分左右 這樣 好 那你看 我們這樣子 然後這樣弄好之後 我們就再把這個 香上去 真的耶 就像一條船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剛剛說 為什麼這個肉不要香得太滿 我們就是說留一點空隙 因為你如果說 這個香烏身 香肉的時候 你香的就是說太多的話 到時候它蒸的時候 它會膨脹 會把那個船給撐破掉 然後我們這樣子 我們就水開 我們這樣去蒸 是 那看你這個 這個烏身的大小左右 大概蒸火力大小 大概蒸8到10分鐘 那我們現在8分鐘的 我就把它 我就把它拿起來 我們這個湯汁 不要 我們就 湯汁不要了 不要我等一下還要勾芡 我們就擺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你再幫我這樣 然後散開這樣子 這個 你幫我弄 好 好 然後在雛娘幫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這邊 這邊有這個高湯 我來勾芡 因為這樣子的話 感覺它味道太淡了嘛 吃不進去 那我就 這個時候 這裡大概有高湯 那我們來做一個 簡單的這個調味 好 這邊我們加點鹽巴 一點點的雞粉 好 那我們要讓我們這個 勾芡的這個 有一點點 稍微淡淡的這個琥珀色 所以說我們就 加一點點的這個醬油 好 那給它煮開 煮開 好 那這邊開了這個之後 我們要讓它有一點這個 玻璃芡 所以我們就 打點這個 太白粉水 這邊把它勾一點芡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醬汁 那要有一點它的這個亮度 那我們就 再放一點點這個香油 你看 這香油你看多香啊 特製的 我都用這一夾很棒 好香 好香喔 這很強 然後它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它加一點 勾完芡之後 然後它加點這個 亮這個香油的話 你看它整個的亮度 就會不一樣 我們 也要有一點青菜搭配 你看 然後這邊把它放一個這個 然後你這邊也可以搭配一點 這樣蔬菜類 這樣很簡單 看起來很精神 你看這個顏色 然後你看你就不用再去 不用再去炒青菜了 這樣子 然後顏色整個也很搭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這個 剛剛的這個醬汁 然後我們把它淋上 因為它現在是味道 比較淡一點點對不對 你看 我們就把它淋上來一點 它是不是就有味道了 感覺不會說這樣白白的這樣 所以常常我是在想說 我們在勾這個琉璃芡的時候 就比較擔心 就是一冷 就會這樣 跟它噗噗噗噗 對… 原來就是一個秘訣 可以加一點香油 對 它會比較亮頭 然後你在家裡做這一道菜 很棒就是這樣 你先把它 就是說做好 然後放到冰箱 拿到火的啊 對喔 對 差一點忘記你這個 手一直在這邊 等它都不給我的這個 琉璃芡 來 如果說在家裡宴客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做好 放冰箱 冰 然後等客人來的時候 你再給它蒸 然後幾分鐘就可以上菜了 老師 這個軟硬度很剛好耶 對啊 所以不要蒸太久 剛剛好 而且我們勾這個芡汁淋上去 它除了就是說有這個亮頭以外 然後就是說 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增添它的風味 它的味道才夠 對 那個餡料也好吃喔 對… 小姐姐 幻到有一個 雞翼 字幕視頻 一個月 我們在家裡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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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